進去裡面要申請的證 一種是常聽證 那一種就是採訪證 它這個採訪證是必須要 你有一個立案的機構 然後而且你的新聞量要 是在你的百分之六十 就是你的網站 如果你說你的網站上面有新聞 它的新聞量是在百分之六十 然後是固定常駐於立院的記者 所以你要符合這樣的條件 你才能夠去申請一個 是說固定的記者是常態的 然後它常態的記者 對阿對阿 這個也是一個條件 是盈利的 而且你的新聞量要是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這什麼意思 就是你的網站上面可能 你不能說你只有一天 然後你其他東西可能是 其他的消息或是自己的心得 如果說你的 它意思就是說你的在意的 每天的篇幅 代表說你真的是一個媒體的機構 它有一個辦法 上面是這樣規定 然後而且是要常駐的記者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像 假如我自己在雜誌工作 我說我要進去其實 就這種台門品也沒有用 因為我們可能是 比較像生活類的雜誌 然後或是說我也不是常駐的 還是我跟你講 一週刊記者是通行的記者 對啊 所以 他說一週刊的記者 誰敢擋一週刊記者 喔真的 對 但是它現在有一個規範是這樣定 它有一個辦法這樣子 是立法院特殊的有一個 其他的機構我們不一定有 可是這時候我們看的時候 是立法院還有一個這樣子 補充給大家 好 那請問大家 拍一下你什麼 是 是講落網那一天嗎 好 好 不好意思 就是 就是這件事很丟臉 然後事實上不是三二三 是那個就是 我們在反和市 大家躺在台北車站那一天 四二八 四二八 事實上不是三二三 然後那一晚就是 因為我們家的人力調配 向來是機動制 然後因為我們預計那一場很大 我們大概線上所有能動的記者 全部拉回來 然後那一天我應該不用去 然後但是我在那邊閒逛 想要吃民主香腸的時候 我看到三個休假的同事 都已經全部的裝備都帶出來了 然後我就想說 工作表現嘛 人家都來了 我也要裝一下 所以我就去了 然後大概就是 後來我就被分排到天橋上 然後事實上警方是有 我後來知道是台北市行大 當時的大隊長黃明昭 他下了命令 他要求兩個中隊的霹靂小組上去 把天橋擴清 然後 他事後解釋說 他要擴清天橋的理由是因為 上面有人在丟水瓶 丟垃圾 然後因為他們下面都是正報都隊嘛 他怕丟下去會砸到人這樣 所以他以警執法一個 那個緊急組卻違法為右 他得視現場情況封鎖現場為法 原因依據他直接做擴清 可是我那時候跟他起衝突的是 第一個你的 我的想法是說 第一個我們採訪嘛 我們必須要有採訪 所能夠帶的一個空間 例如說我覺得天橋是個不錯的空間 第二個他好龍斌市長有下令 你在第二天早上七點要恢復交通 所以說下面變成他們的管制跟正報區域 那邊他有理由把你抬走 可是我在天橋上 我認為天橋是一個公眾的出路之空間 但是就是這是我剛剛上面講的一個小新的就是 不要跟執法援警講法律 因為他們都是承接命令而來的 他的長官叫他擴清 他就會不計任何手段擴清 所以我跟他大概講了一些類似的概念 他就直接一句話 你走不走 你再不走我就扮你 然後我就在想 你不是主缺違法嗎 那你的意思是 我站在這裡也違法了 那我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當記者十年多 我好像還沒被抓過 那我就回了一句很白目的話 我就說 那你覺得你要扮我 那你就逮捕我啊 我就說你就依法宣告逮捕我 要不我不會走 然後他就直接走過來 他就講了一句很好笑話 因為旁邊有一個也是公民記者 就是拿著一個小iPad在拍 一個大學名聲 他就說 你們這些報紙的不走 那些公民記者都不會走 你趕快走 然後我就覺得 喔原來是那理由是這樣 就是我們這些 帶頭的在前面拍 後面那些都不會走 那我就覺得 就沒有走的必要 而且那時候很慘的就是 然後那個公民記者就很好玩 他就 就是警察直接拉他 那我覺得有點誇張 就是一個小妹妹 他手這樣抱在天橋 公戶應該有拍到 對 結果他就在那邊尖叫 啊你尖叫 我怎麼會不拍 媒體人嗜血 媒體就 然後 然後警察就被這個動作惹惹 因為他們的人 進裝高頭大馬在那邊拉人 這樣跑 那就 一個人就直接從背後 就直接把我拉倒 然後就直接就說 他現在依什麼 他現在依妨礙公務 然後我就 我還提醒他 說你要喊完 因為喊完 你不逮我 你不逮捕我 我就會現行犯 你不逮捕我 我會有輸重人犯的問題 然後簡單講就是 我就很喜歡 有一句 每一句的跟他A就對了 然後A到後來 他們就很生氣 他們就把下面 中正一的叫上來 就把我 五花 五六個人吧 把我抬下去 那是我那時候的印象 然後結果後來 我們家跑四行大的記者 叫張芳榮 他去釣他們的收證袋 然後也看了公庫的那個照片 哇我好光榮喔 十二個人抬 然後張芳榮就跟我說 誒四行大的去抓個槍棋要犯 也五六個人而已 你是幾個抬 你到底做了什麼這樣 然後後來還好就是 在採訪的過程一定要自保 我那時候在手機沒有摔出去之前 我全程都在錄 那我的相機就是收音 也一直在開 就是我要設法收集所有的東西 那但是這個案子 進到訴訟階段 變得很好玩 就是那時候我們社長 陳社長抓狗嘛 你們怎麼記者出去被人家抬 然後另外一個被人家打 去驗傷馬上提告 然後我就去 然後這私底下的案盤 事實上很洶湧 我當天早上七點多 就去中正一分局 中校動物派出所提告 我提傷害強制跟會損 提三項告訴 然後 然後 坐大概就坐了一個多小時 沒有人理我 然後後來好進去準備做筆錄 錄音機一開 一個阿伯跟兩個霹靂的進來 黃明昭就進來 然後四行大就是霹靂 四行大霹靂小組兩個眾隊長也進來 一進來就舉功道歉 然後我真的覺得很不公平你知道嗎 就是很多公民團體或獨立記者 你在外面被趕被吹 甚至被人家推被人家打 警察會來道歉嗎 阿人家是看著張君豪三個字來道歉嗎 不是 他是看著蘋果日報四個字來道歉 然後他道歉 我講了一句很機車的話 我那時候很生氣 所以每句話都很機車 我說報告長官 謝謝你來看我 但是現在筆錄正在進行中 錄音機開著 你要講什麼 隨便你講 然後他表情就這樣 然後我就走 就三個警官就走 然後那時候啊 我再回去 我東西丟在警政署 我回去的路上 警政署的電話就一直來 那他們就希望說 能不能透過一個私下的協議 看是賠償你的損失 還是你大爺有什麼地方不高興 趕快講 大家趕快把事情處理掉 但是我跟他說 這不是我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家已經決定要提告 律事業早了 那我就跟他說 這接下來可能就是一個法律訴訟的層面 那所以當天下午 台北市警察局跟事情大爺 發了一個新聞稿 針對我跟約玉甫另外一個記者 的這個事情進行一個道歉 可是我心裡覺得很奇怪 從318到323到中間 甚至包括後面張志軍那台 多少稱自己是公民記者 或者是獨立新聞工作團隊 現場被抬走 或者是被不禮貌的方式 被推走 被拉走 有人道過歉嗎 沒有 那所以說 我們今天這個座談會 我很想提醒大家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或是我們搭配行事廣也是說 我們怎麼去凝聚一個媒體公司 媒體就是媒體 那也許公民 公民記者或獨立媒體工作者 很多前輩他們會覺得說 主流媒體會自以為的一個 自我價值覺得 你們事報就是比較大會 可是事實上我覺得 不是誰覺得誰 而是說 所謂的官僚 政府機構 他們有主觀認定的主流媒體 那我覺得我們該去做的是 去凝聚一個共識 就是說媒體就是媒體 因為像那天被抬走之後 隔了幾天我去警政署 然後我在那邊發稿 然後警政署 公關科科長跟我很好 然後那天是警大參訪警政署 然後就拉了二十幾個警大生 進來記者室這樣 欸各位警大的同學 這個是為我們台灣怎樣怎樣怎樣 被我們警察暴力抬走了 什麼新聞的先驅 你們一定要來參觀這個人 然後我現在想說 你現在把我當猴子對不對 然後一直就是在虧大家互相刺 然後警政署一直希望說 我們家能夠撤告 然後這個案子講到一半就是 好啦告了嘛報案了嘛 那是不是依法要開偵察庭 偵察庭沒有開 那這案子一直沒有開的情況下 我們家律師只要去遞自訴狀 直接遞到台北地方法院 然後呢 台北地方法院看了我們的自訴狀 法官覺得 因為內容不詳悲 所以我把你們的自訴案退回地檢署 再開偵察庭調查 然後我上禮拜總算開偵察庭了 檢察官也非常厲害 一開 你確定要告台北市警察群喔 對 你確定要告原警喔 對 好那沒有問題的 我馬上移送 又把券 地院把券丟給地檢署 地檢署問了兩句話 又把券再丟給地院 然後我就覺得可能兩年內 這個案子是不會結束了 因為我看他們 我看法官只講了一句話嘛 這個題就結束了 然後地檢署問 檢察官只講了兩句話 這個案子就結束了 那可以看得出來問題在哪裡 檢察官有所謂的檢查一體 他是司法警察偵查犯罪的主體 他不可能得罪警察 他不想碰這個案子 那在法官那邊他覺得 我也不想得罪蘋果日報 我也不想碰這個案子 那所以說這個案子進到一個無限迴圈 那我們自己內部的評估是 我們這個案件媒體要獲得勝利的可能性不高 因為最主要是卡在警執法的緊急狀況 的緊急避難認定很強勢 就是就像這裡例如說 假設樓下氣爆了 我警察認為這個空間 大家待著是會有發生危險 我就要做一個逐雀為難的動作 我就可以把大家擴清 那問題是這個警執法的擴張在擴清新聞自由 排除揭發真相的獨立工作者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東西 那所以說一點點小經驗分享給大家 就是在現場遇到警察 如果旁邊已經拿著BB 依法在宣告的時候 除非你有坦然要面對司法 你想要成為一個案例的心理準備 要不然我們大家都還是 我們就打猶疾戰 反正他沒喊完我們走掉 我不知道我遵守你的規定 我在這邊遵守你的規定 我隔50公尺 我繼續違反你的規定 大家重要的是 新聞是要把資訊截取到就好了 沒有需要去違背 那我之前有三四次旅差 到大陸做新聞採訪的經驗 那大陸新聞採訪的經驗就是 可以很明顯只有一個心得 就是大陸就是國家機器 不要跟 就是說公安或武警 他們對於新聞自由的前置是 比台灣粗暴的N倍 所以這也加深我覺得就是 就是我的立場 我覺得我是自由派 但是我覺得 我完全沒有辦法去認同執政的任何原因 就是因為一部分跟中國大陸的認同 像之前關中的小孩在上海跳樓 自殺 在上海自殺 那我們家派記者 我們去上海拍 他們的公安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完全沒有封鎖線 你也看不到人 那我們在哪裡拍 我們在對接 我們拿出很長的長鏡頭 我們只是想拍一個 他臨堂路口的景象 拍一張下去 確認我幫你推開 你哪了啊 我們不能講什麼 不好意思 觀光客什麼 那樣 我說你可以拍嗎 然後我們台灣人就會習慣回應說 請問你是誰 或者是為什麼我在街上我不能拍之類的 然後我的同事就碎嘴講了這兩句話 他的答案是第一個 你管我是誰 第二個 我說不能拍就不能拍 你再按一張快門 你試試看 嘿 你試試看 對 那通常講到你試試看這個意思 就是我們要溜知大吉的時候 嘿 因為我們之前社內曾經有同事 在大陸落網過 然後也有被 也有被後送腦改過 嘿 然後他們逮捕你不需要任何的文件 不需要任何的法條 因為他只要一件事 我現在嚴重懷疑你 從事敵後妨礙國家安全之工作 他就可以宣告進行逮捕 而且留置時間最短 最長可以超過一周 對 那所以說就是 呃 只是小舉一個例子就是 凸顯一個 就是台灣的新聞採訪 還是有一點小確幸 那第二個就是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種國家我們 我們應該短期內是 還是我還是不希望跟他們合流 因為這是一個完全落後象徵的國家 那回到說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面對 就是說 像我剛剛那個狀況 被抬走這種事 或者是面對一堆巨訪的狀況 我覺得是說 第一個我覺得新聞工作者 你要去判斷說 這一件新聞事件 對你來講的重要性 或者是他在輿論上的重要程度 是怎麼樣 如果這個小新聞 一個小偶發事件 不能拍畫面不好取得 或畫面拍得不好就算了 那但是如果說 它是一個中大型的事件 例如說它涉及到一些必案 我之前處理過一個國安局的軍貨採購幣案 採購克拉克17區報復價的事情 我只跟我的接線人說 你給我證據 我就處理到底 那後來他居然拿得到奧地利克拉克總廠 開給國安局跟台灣總統府的核對法票 結果奧地利克拉克總廠要求去對照槍架 因為國安局一支槍買了三萬五 那克拉克總廠的報價是九千八 一把 那國安系統一採購就會幾百把 那中間這個插價到哪裡去的 沒有人知道 那他居然拿得到那個發票 那我們要不要報 當然要報 對 那重點是在於說 這個就是一個比例原則的問題 如果是一個小事件 我們不需要以身去涉嫌 那但是如果像剛剛我們講那個所謂採購案 你去問國安局 國安局會理你嗎 不會 你去問軍警 有採購的 他會理你嗎 也不會 那所以只好要透過一些比較邊緣的手段 怎麼去取得這些資料 就像在警察跑 跑一些警察這樣子 我拿不到資料怎麼辦 最嚴重的時候 媽媽嘴案或焉人頭案的時候 怎麼拿資料 檢察官說不能講 警察說不能講 那怎麼拿資料 晚上警察去吃宵夜的 警察去睡覺 進去翻箱倒櫃翻啊 手機看到什麼就拍啊 指揮書拍啊 偵查報告拍啊 筆錄就拍啊 全部趕快拿走啊 那會不會被送法院 不知道 會不會被送法院 不知道 因為會 因為有切刀公文 有妨礙秘密 然後有所謂洩密罪的問題 都有 那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說 為了做什麼新聞去違法 而是說 方法很多種 連違法都是一個方法 那重點就是說 看你要報導 或你要規劃的新聞標題 或標的 適不適合你投入那麼大的犧牲 就像之前 李慧仁李導演 就是他也是一個獨立新聞工作者 他去揭發情流感的一些問題 或是他去揭發 國家機器的一個問題 他可能手邊很多的資訊 也不是在一個合法的手段下出來 例如說 人家傳真給你一份公文 這份公文可以顯示 衛福部或那時候的衛生署有秘境流感 但你仔細看 左上角的鉛 歪合了一個密的 或合了一個國密的 從你看到這份公文開始 你就要挖去 不是那是大清律令 從你看到這份公文開始 你就已經違反國密法 或違反就是 政府資訊保密法 對 那新聞工作 常常在後續比較細膩 隨著你人脈的時候 你經手的資訊 你接觸到的人 都可能會有所謂安全性的問題 是法性的安全 或者是場域的安全 甚至有時候我們去做一些約訪 欸我進去他那邊 鐵捲門就關下來了 然後裡面十幾個都他們的人 那這時候你要做的 就可能不是 怎麼取得新聞 你要做的是怎麼 讓這個鐵捲門打開 我要怎麼出去 對 那所以說 某種程度上 察言觀色 熟悉場域是很重要的 那一點意見 正確給大家 謝謝 謝謝